从没见过这么狠心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丈夫意外去世 她便把女儿当作泄愤的工具 生活的不幸让她一蹶不振 终日活在被酒精麻痹的快乐中 可怜的女孩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为别人撑伞 这个可怜的女孩就是长大后的白小姐 白小姐一直活在童年的阴影中 不敢恋爱 不敢结婚 不敢生孩子 因为她担心自己不幸的生活经历 会影响到未来对孩子的教育 善良的白小姐和女孩分别后 第二天还是忍不住又去看望她 女孩仍旧穿着单薄破旧的裙子 白小姐一眼就看出她又挨打了 更加令人心疼的是 女孩的指甲竟被活生生拔掉了 白小姐含着眼泪要帮她讨公道 受虐多年的女孩却不敢说出实情 白小姐只能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带着女孩去吃同龄人喜欢的汉堡 去服装店里买毛茸茸的漂亮衣服 去洋溢着欢乐和笑声的游乐场 快乐的时光很快过去了 白小姐把女孩送回了家 开门的是女孩的亲生父亲 可是她却一脚将她狠狠踹倒在地 白小姐和这对狠心的男女发生了争执 担心女孩再次受到伤害 她打算报警处理女孩的父母 在韩国 虐童最起码要被关十年以上 可是面对询问 女孩却根本不敢指认爸爸和后妈 帮助了